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今天和大家开心一下 讲一篇笑话给大家 因为我一路读诗 一路笑笑到我抽筋 可能你没有我那么容易大笑 但你都会会心微笑的 这篇文章是朋友给我看的 我们现时这么多不开心的东西 能够笑多一点 对身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先讲这篇文章 其实是一篇演讲词 是一个大学的 校友会里面的一篇演讲 话题就是 人到中年后的困境 当时在场七百多人 是笑声不断的 先讲一下文章 某君就说 亲爱的同学们 有首歌是叫做 明天会更好 是为了给人信心和鼓励 其实 现实生活里面 明天会不会更好 我们不知道 但是明天会更老 就是肯定的了 岁月我们要经过 才知道它的灵力 到了某个年纪 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 地心吸力的利害 因为器官各样都在 不过是下垂 所谓万般皆下垂 唯有血压高 当时已经很多人在笑 中年后的身体 起了很大的变化 由苹果的形 变成个李子形 你坐着就会睁眼睡 但你睡在这里 就睡不着 你要想的东西 你又想不起来 你要忘记的 你又忘不了 最惨的就是 你哭的时候 是没有眼泪 真的欲哭无泪 但你笑的时候 一直在抹眼泪 头上 白发拔不尽 春风吹又生 特别是男士的发型 每个都像小说家莫言说 地方支持中央 即是把两边 向中间撥上去 遮住了稀疏的部分 记忆力明显衰退 由一间房进去另一间房 就已经不知道 进来这里做什么了 刚刚说了什么都不记得 而一位老先生甚至说 有一次他在这里笑 笑笑一下 我笑什么呢 其实少年夫妻就是老来伴 中年夫妻是怎样呢 有些人形容是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大家的不好习惯 就改不了了 有些夫妻 什么都可以吵一会 从来没有大家妥协过 想想婚前经常说 好有话说 但是婚后就变成有话好说 其实每个来到世间的生命 就好像整传灵符 什么叫整传灵符呢 即是你一笔擠下去 而是一点一滴慢慢离去 你刚刚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怎知一转眼就变成 哀乐的中年了 还有人有些惊笑 老年人是知识退化 器官老化 思想僵化 等待火化 所以心里的建设是要靠自己 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人老心不老 皱纹在面上 不应该在心里 再想想很多年老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年纪轻轻 就已经归天了 生活态度也要调整 以前用健康换金钱 现在要用金钱换健康 但是就算你金钱换健康 你都未必换得到的 有所谓人生有三历 少年争取的是好学历 中年成高与否 就要看你有没有经历 而年纪越来越大 就要留意你的病历了 无论如何 亲爱的同学们 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心如还童笑口常开 向天再借多五十年 好吗 说完当然是笑声不绝 掌声亦不断 其实各位朋友 听完这个笑话 你会不会心情轻快一点呢 你那个安多芬 即是快乐海尔蒙 都会多一点出来 令你全日都轻松愉快很多 我每读这个 我就已经忍不住笑的了 我这次录音是已经录了很多次 才能够完整地录给大家的 他结尾是说向天再借五十年 我们呢 看看你年纪如何了 我就没有这个奢望了 向天再借多十年 我已经是很足够的了 你认为是吗 多谢大家收听